因为争议政策太多 在首相马哈迪的劝告之下 马智里在2020开年 就给全国人民抛下了一颗2020棒的震撼弹 宣布闪辞教育部长的职位 然而马智里辞官的消息一出 社交媒体上却突然刮起了一针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的惆怅感 还有网民自在网络上发起联署 欲请首相马哈迪退回马智里的辞呈 根据联署发起人就形容 马智里的离职是国家的重大损失 他任内其实做了很多的贡献 只不过却被有心人士以负面新闻掩盖 联署因此就促请首相马哈迪 必须挽留马智里留任教育部长 而联署一推出签名人数 就像是火箭升空的速度在飙升 不到24个小时里头 签名人数就已经突破了36万人 不过呢 说到马智里他毫无预警突然离职 相信不少人的心中都有很多的问号的 马智里他为什么会走得这么突然呢 真的是马哈迪炒他鱿鱼吗 又是什么原因被炒鱿鱼呢 那今天根据马来邮报 引述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爆料 其实马智里他是受到了土团党内施压 而被迫辞职 消息人士指出土团党里头呢 不满马智里任内引发太多争议性的课题 因此就写信劝告他辞职 在对马领导的西蒙内阁班底里头 昨天那新学年才刚刚开始而已 马智里他就已经被退学了 成为短命教育部长 然而如果我们回顾马智里任内 一年又八个月的表现 他真的这么差劲 真的这么糟糕吗 那如果说他的表现真的欠加 那马智里的问题又到底是出在哪里呢 对马智里的表现 我為主席執行馬來西亞馬 國安法國民主席 在首相馬哈迪的勸告下 馬之里卸下了他一年又八個月的 教育部長身份 開著他的國產MIFI 婚姻婚姻秀正式告別教育部 然而馬之里短三的教育部長生涯 真的只留下爭議沒有政績嗎 從學者直接當上教育部長 對教育有理念被任命以來 馬之里強調他努力落實教育改革 在下台一鞠躬之前 也給大家最後吠抱自己的成績單 大根基督 我們要介紹的是 小朋友 民主席 和小朋友沒有記錄 小朋友 我們看過幾千年 馬之里感嘆 過去二十個月以來 他帶領教育部 所做出的這些努力 不曾被關注 反而媒體只關注 放大報導一些 總動的敏感課題 虽然没有说明此之原因 但是马之里无奈地说 因为媒体无限放大纠缠着教育部的争议性课题 像是找疑问课题 精明网络计划和免费早餐计划 让他带领的教育部仿佛成了 一直在给西蒙政府制造危机和制造麻烦的包袱 拖累了西蒙的名望 是的 马之里昨天在他的告别记者会上说 他感到很遗憾 尽管做了很多的努力 他也尝试要施展他的教育理念 要推行教育改革 但是最终他只被看作是拖累西蒙政府名望的负资产 今天多家的媒体也都个别访问了时事评论员 来回顾检讨马之里的任内表现 网络媒体当今大瓦就访问了时事评论员潘永强 他认为持平而论 马之里并不是西蒙内阁当中表现最糟糕的那一位 他在教育部其实有不少的改革 也推动了相对进步的政策 就比如无国籍小孩可以进入国立学校 废除了低年级的考试等等 那马之里他不见得是表现不好 或者是保守的教育部长 反观 旅游部长莫哈莫丁 以及乡区部长莉娜哈伦 他们其实表现更差劲啊 不止没有看到什么政策 他们还低调到 你几乎已经忘记他们的存在了 虽然表现不算是最糟糕的那一位 不过潘永强也点出 马之里的致命伤在于 他的任内爆出了许多争议性的课题 也接过城镇同考等等的这些烫手山域 进而演变成接二连三的公关灾难 马之里走马上任的时候 他是带着学者的光环 其实很多人对他都寄予厚望 但是潘永强就认为 在马来西亚很少有大学学者从政之后 是直接出任部长的 而且教育部长这个职位 本来就不容易当 学者缺乏政治经验 而马之里他不止没有办法去驾驭官僚 也无法与媒体有良好的互动 因此就经常引起了社会的质疑和反弹 而针对外界揣测 近期引爆的找一文课题 会不会就是压死马之里 辞官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潘永强他不抵为然 因为从马来社会和马来政党的角度来看 教育部推动找一字介绍 教育部长其实并没有伤害到 马来社会和伊斯兰社会的利益 所以他就认为 马哈迪不会因为找一文事件 就要马之里下台走人这么单纯 那他就相信 马之里的问题呢 是在于他之前在好一些的政策执行上 就比如说黑鞋政策 以及免费早餐计划上面处理的不好 长期积累了太多的负面观感 因而拉低了新盟政府的声望 而透视大马则是访问了政治学者黄敬发 他同样也认为 马之里他是一个有教育理念 但却因为缺乏政治经验 沟通出了问题 而被误解的好人部长 黄敬发他就表示 教育部是大马内阁里头挑战最大 难度最高的部门 因为族群之间对于教育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一个优秀的教育部长 不只是要做正确的事 他还要跟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有良好的沟通 那他才能够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 说你还要做正硬的事 你说肯定是什么 真是介绍 我还不客人 那我应该才能说 优独播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